他们请顾客拿葵花油来换等量的啤酒 以确保炸物餐点供应无余 薯条下锅香味扑鼻 不管是炸薯条煎牛排都要用到油 但俄乌战士持续害店家买不到食用油 德国慕尼黑一家酒吧祭出其招 顾客只要拿葵花子油到店里 就能换到等量的啤酒 德国酒吧一公升啤酒大约买210块台币 等量的葵花子油则只要140元 拿油换酒等于赚到了 酒吧目前已经换到400公升的油 缓解缺油种境 另外俄乌之战也造成全球天然气短缺 欧盟提出警告 俄国可能完全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 欧盟建议各全员国减少天然气使用量至少15% 国际能源总署也警告没有俄国供气 欧洲恐怕难以撑过冬天 尤其依赖天然气来发电的匈牙利斯洛伐克 捷克和意大利等四国将面临严重经济衰退 预估GDP会因此减少5%到6% 不过俄国用来向欧洲供气的北溪一号 已经在21号恢复供气 但其中一座涡轮机之前送到加拿大维修 加国却以制裁为由扣住机器 导致供气量减半 普丁还表示西方被断气都是旧油自取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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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载 director person clean 家沛操发电砂异解к机